作為特區政府 無論是我本人 或者是我的團隊 我們都是照顧香港市民的需要 亦都是照顧香港的整體的公眾利益 我們一定不會和市民作對 但是整體的利益是要照顧的 當時我都在兩個英文的問題裏面解釋了 為什麼我們要用這種策略 透過嚴控關口壓縮人流 然後加強在這些剩餘運作的關口 做防控的工作 因為就是很多香港市民 是應該或者可能是有這些需要要跨境的 我剛才給你的數字 那幾萬、那十萬 離境和入境的是香港市民 所以是不是這十萬離境、入境的香港市民 他們的利益、他們的需要 我們可以置之不利呢 防疫的工作是無分國籍 無分種族 無分它是持有什麼的旅行證件 是需要用這個一事同樣的方法來處理 可以 在阻礙了 超會的 有幾萬人的口法 和入境會的 超會擁有 因為 我們選擇 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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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